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亚太风》第十一章第十八节 但弟兄姊妹 我们这几年 我们是不是跟着神的时代报佛呢? 我们是不是在讲神的时代信息呢? 我们是不是有神去证明我们根本是一日都没有差的情况下 是跟着神跑到今时今日呢? 无论神所给我们的磨练 会一样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你发觉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 神对我们的要求 而同样这个原来我们看回旧约的这些节旗 原来旧约的节旗就是说这些事情 旧约的节旗虽然简单 但里面的奥秘这个活剧 它解释给我们听 节旗根本真真正正的意义 第二就是我们信仰人生是跟着神的时间表 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时间表 不单只是个人 并且整体 为什么我说个人和整体呢? 因为有些人个人连上教会也不回 等我定的时间我才回 那些人也不用上天堂 他不快地搞定这件事也不用上天堂 怎可能因我们的时间定我们自己 什么时候回教会或者什么时候付出 现在这个不是时间 不是你定的 这里整个比喻已经说了 这个是孩童定的 但是第二就是 这些人去信主 回到教会 但问题是教会呢? 教会在那个时代当中 是不是好像法利错人 去钉死主耶稣基督 那就叫做功德圆满 因质事就多了 肯定不是功德圆满 但是我想你知道原来 到整体来说 教会带领那么多信徒去认识神之后 其实他也要知道 在那个时代当中 究竟是不是如月节 究竟过了如月节之后 神是不是要他们 继续去经历 七个节旗当中 整个信仰的精要 因为七个节旗不是 写给外部人看的 是写给那些首节的人 即信徒去看的 而七个节旗一定要按着时间 按着宣告的事后日期 我们一个有一个首 所以你会看到 去到新约教会的建立的时候 圣灵充满到的时候 他们经历了圣灵带领 所以你会看到 在五秦节 导致世界上 有这一卷 叫做使徒行转 因为使徒行转 就是说圣灵的运行 带领这些使徒 怎样去让神的话语 神的福音去发扬光大 整个使徒行转 就告诉我们 五秦节的经历 因为如果没有五秦节的话 这些使徒只会在一边钓鱼 网鱼 做他们的衰童 或者做他们的渔民 他们不会出来 搞使徒行转 是因为圣灵的能力 去带领他们 去有这个信仰的经历 所以使徒行转是时间性 并且是神的时间性 但是当我们所说的五秦节 经过之后 其实轮到就是 下一个最大 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吹角节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会看到在实行教会 我们跟着神的时间 神会用我们的方法 去跟我们说话 因为实际上我常说 神跟我们说话 很多时候是用我们的方法 因为对于一些牧师来说 神用同样的方法 跟他说 他完全都对我彈琴 他不会像我们教会 我们会认识节旗 我们认识很多这些拉线 我们认识神在 旧约的带领 是一天都不会差 因为我们有这个知识 所以神用这个方法 跟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找到 关于4794 关于我们所说的拉线 我们找到 我们一个又一个 神印证 我们一天都不会差 这个约失民众的身份 很多这些资料 是因为我们能够 有这一方面的认知 所以我绝对相信 神不会用这个方法 跟其他教会说 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认识 可能很稀薄 很稀少 就好像神跟 使徒保罗所说的说话 说话的方式 绝对跟神对一个 平信徒说的说话 和方式 和引领的方法 都不同 而实际上我们的信仰 能够解到圣经的精要的话 神就用回圣经的精要 和带领方法 去带领我们来这间教会 而实际上 神亦多次多方去证明 我们是不是跟着神的时间表 还是我们用自己设计的时间表 然后删案白做 不是的 我们看到 神所给我们很多 在时间上的印证 无数的巧合 这些全部给我们知道 那些没可能是人迷的 没有人可以知道 这三十年里面发生的事情 或者我们和湘水 由现在算起 差了整十八年 这些对比 没有人去控制得到 对不对 但是神才能掌管 并且多次多方 去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走在正正神的时间表里 而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在任何时代当中 我们都愿意听 神所给我们的命令 神所给我们的时间和报复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你和我的责任 我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身份 可能你是主父的身份 你是一个男领工人 或者是一个白领工人 也好 或者甚至你只是一个信差 在寫字楼做派训 做跑腿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只要你愿意 去跟着神的时代步伐 去行的话 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时间表 在你自己的时间表当中 尝试收一点点时间 去完成神的事工先 那我想让你知道 你的时间表就会慢慢受你掌管 你的人生就慢慢受你掌控 因为神的掌控 就是去到这样的程度 就像我自己本身 自己是一个学生 自己连自己的读书的时间 都可以说应哲不下 但我愿意去跟从神的话 你要看到我直接 由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牧师 而走到今时今日的 每个人 没错我们出生的时候 都有自己的人生 这个人生当中 充斥了很多要 很多要成就 或者很多要满足的责任 或者梦想 但是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在你自己 这个神所给的人生当中 思想回 将这个人生 赐给你的神 其实是想你做什么 不要填满了 里面是你的私欲 你自己的理想 你自己的责任 你自己为自己所定出来的 各样的娱乐 又或者你自己所追寻的东西 那你没有时间给神 好了 但如果你愿意为了这样 为了神 然后你在时间当中 抽时间出来 按着神的时间去寻找神 按着神的时间表 要编排自己的人生的先后次序 去跟从神 好了 就算是这样 去到这样的程度 神仍然要到一个阶段 你除了信仰成为一个 可以被称为一个信徒 或者一个宗教家 那你就要考虑另一个阶段的时间表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挑战 是以信仰为先的 但问题是这些宗教家 他建立一个死的信仰宗教 活在死的移民当中 他们重复又重复一些 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而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去说给他们听神的时间表 现在就应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忙于自己所设立出来的死宗教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身为个人的话 我们除了懂得我们将自己个人的生命 转入一个可以说熟灵的生命 那当然是要你自己去重新定义 你的先后之序 重新定义你自己所追寻的东西 将很多本来你自己存在 塞满了的时间表 去调动 使你分出你人生的时间 去在信仰上涉猎 但问题是 当你能够有机会 有一天成为一个信徒的时候 第二个你要思考 神在这个时代当中 究竟要我们做什么 很可惜的话 第二个题目 却是普世九成以上的教会 都完全没有考虑的事情 马太方第十一章 第十八节 又汉来了也不吃也不喝 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 至少来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总以智慧为是 他又说他 有些人都说他 彼着信心 完全没牵挂 重担远远开下 朝向天路 离开短暂暴话 我已寻求信不推荐 我开心准备怕 重拾拖挑战也扶顺代价 上次族仰赖神说话 狂风中也不离怕 上次族指望神说话 凡与当中骗青眼 上次族飞着神说话 不理走组织的漫发 何愿能依靠主的华缘 永远不变差 上次族仰赖神说话 狂风中也不离怕 上次族指望神说话 凡与当中骗青眼 上次族记着神说话 不理走组织的漫发 何愿能依靠主的华缘 永远不变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